本節目內容 既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 或購買任何股票 及金融產品的邀約 投資者不應只按 本節目內容進行投資 好,回來第三節,大家好 剛才Joe說了三公二度平均線 這一節就讓我來講多一點 關於應用方法 二度平均線剛才講了三款 應該是三款 SMA, EMA, WMA 我現在講另一件事 以後我不會刻意說哪一種 就這樣當作 Simple Moving Average SMA 在SMA內如何使用呢 平均線通常會有三大種用法 第一種我們就用它來做一個轉向 就是說在剛才平均線裡面 其實如果我們這樣說 有一種產品 它的價格是有無限那麼多的話 其實基本上在圖上可以有無限條二度平均線的 通常我們如果用一條平均線轉向來做一個信號 我們會用一些日數比較少一些的 可能有些急進一些的人可能會用一些 如果我用日數 如果用日線圖來計算 有些朋友可能喜歡用五天二度平均線 有些人喜歡用八天 有些用九天 有些用九天 為什麼要用九天呢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用RSI 也喜歡用九天 大家就用同一套數 同一套收市價去做一些結果出來 如果以短的線 我就傾向用十天線 因為其實分明不要大 九和十其實沒有什麼相關 好了 這條十天線有什麼特點呢 剛才我說的第一種玩法 我要用轉向 十天線基本上跟價位是很貼的 就是說它通常會在價位的頂部或底部運行的 或者是價位在一條線的中間穿梭的 這就是十天線的特性 好了 我們去一下電腦 現在大家看到這幅就是奧元 一個日線圖 在這幅日線圖裡面 我們看到陰陽燭 有紅紅黑 也看到一條藍色的線 這條藍色的線就是十天二度平均線 好了 大家發現了什麼 可不可以 有沒有一些朋友可以 大家去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在這個check room裡面打出來的話 第一樣 我們發現到 那些價位跟十天線其實是很近的 我們在 第一件事 我們在2014年的8月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 價位是一直在一條十天線的下面運行的 好了 在這條十天線裡面 我們發現到價位壓住 它壓住那些價位 是不是 所以 大家可不可以發現到一件事 如果價位是 當它一碰到 靠近這條十天線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什麼信號 就出來呢 其實是提供到 給我們一個 沽空的信號 這個就是平均線的第二種做的用法 就是它可以成為一個阻力 或者是一個承托 OK 好了 以這個奧元的例子 我們發現這個下跌趨勢 當平均線一直向下跌的時候 也提供到我們第三個訊息 就是價位現在是一個下跌趨勢 我們通常會用平均線的上升、下跌 或者橫移判斷現在的市場是在什麼狀態 很簡單 如果平均線是向下的話 就是現在的趨勢就向下了 平均線打橫 大家看到這一部分 平均線打橫 差不多打橫的時候 就是市場裡面是沒有趨勢 相反地 在現在我箭嘴標示這個位置 平均線向上 由一個向下的趨勢 變為一個向上的趨勢的時候 就是這個趨勢 是開始向上了 就是上升趨勢了 就是說上次我們 最早講趨勢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趨勢是一個浪頂 如果上升趨勢 一個浪頂高於另一個 而浪底也是一個高於另一個 這就是一個上升趨勢 其實除了我們用浪頂浪底之外 其實我們可以用移動平均線 尤其是用一條快的線 就是我所講的十天線 或者九天線 那個趨勢究竟是向上向下 還是還是橫移 而決定現在是什麼趨勢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走到最後的話 現在我們發現澳元 是一個上升還是下跌趨勢 大家可以看到 很簡單 藍色這條線是下跌的 即是說現在澳元是一個下跌趨勢 如果我純粹用這麼簡單的十天移動平均線 去做一個預測的話 如果純粹放在澳元這個例子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價位 當澳元在10月12日之後 看到最高位0.7385之後 其實是一浪低於一浪 而當它一浪低於一浪之外 當價位跌穿10天移動平均線 我們發現到每一次反彈都被10天線壓住了 縱使這裡曾經在低下跌破了 但在收市前都縮了下來 然後隨著那兩三天 都是低下跌和開市 都是在這條10天移動平均線 亦都是受10天平均線的阻力 亦都是每一次一碰到它 又要向下壓一下 現在發展到今天 到現在這個時候 差不多晚上九點鐘 澳元今天的低下跌 已經是見過0.7151 距離10天移動平均線 0.7165只差10點而已 就是說 如果我們純粹用移動平均線 這種工具來講 我們可以得知 如果大家要做買賣 我們應該是沽澳元而拿美金的 好了 剛才我一開始的時候說 平均線第一種做法 用法就是用一個轉向 究竟什麼叫轉向呢 我們又拿回這幅圖這個例子了 我們又拿回在2014年9月這個時候 8月9月的時候這個例子 我們發現藍色平均線 在我墊水這個標示位 其實一直慢慢下跌下跌下跌 而當它開始環移了 好了環移到差不多了 我們發現它有一個很急的下跌 然後平均線隨隨向下跌下去了 我們這叫做一個轉向 轉向對於我們平均線來說 這種拆工具來講 是第一個訊號我們要沽空的了 所以我們其實在 2014年的9月9日那天 我們其實應該是要沽空澳元 好了 那這種做法要怎樣做呢 就是當我們在這一天沽空澳元之後 其實我們是可以繼續持有 我們只要平均線一路向下跌的時候 我是不需要理會價位怎樣去變動 我都是繼續持有沽空的單 直到這條平均線向上 在我這個位置 在我這個位置 在我一個戰爪這個位置 在我一個戰爪的位置 向上咬回 我就會先前的這個沽單 就是這個銷售單 去結束 甚至我是買回 我是買入的 當我們在這裏沽空的時候 我們在這裏買入 其實基本上我們賺了這個距離 其實這個距離都非常之高 這裏都已經有幾百點 如果是澳元來的 當我們在這裏買回的時候 同樣地 我們也不會理會價位怎樣變動 直到平均線再次向下咬的時候 我們先前在這裏做的 渣單我們是平仓 從而再重新再做一個沽空的單 如是者其實我們發現 簡單單用一個轉向信號 在這個澳元裏面 其實在這一年裏面 我們是有幾個很大的行程 包括在這個部份 在這個部份 在這個部份 接著在這個部份 接著在這個部份 所以我們第一種方法 我們就是用移動平均線的轉向 第二種剛才說了 我們是用移動平均線成為一個阻力或承托 用阻力和承托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用多幾條線 這就是另一個例子 這是現有期貨為例 我們發現這幅圖裏面 有很多顏色 其實裏面是甚麼意思呢 最貼價位的是10天移動平均線 這條30天 這條橙色的50天 100天 150 200 250 通常我們會用這一 1 2 3 4 5 6 7 我們通常會用這七條線的 即是說10天 30天 50天 100 150 200 250 我們會用這七條線 全部拼出來 是讓我們知道現在市場的趨勢 以及哪裏有阻力和承托 譬如說 10天線剛才講解過了 一定是我們價位最近的阻力和承托 以燃油期貨 我們可以看到 一直以我戰爪標示的 2014年7月開始下跌 其實我們發覺價位一直被這條10天線壓住 即是說如果我們 是在 當價位反彈回上去10天線的時候 而我們去做沽空這個燃油期貨 其實我們是沽著一個非常好的價位的 好了 當我們發現到 曾經何時 燃油期貨是升穿了這條10天線之後 竟然 跟著那幾天的低下 它是被30天的平均線壓住的 而壓了好幾天之後 它又重新再下跌 然後再出現反彈 亦都是被30天的平均線壓住 如是者當它做反彈的時候 再在下一次升穿30天 又被50天壓住了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到 很多時候的價位的day high day low 都會是受這些平均線所受制的 無論它是阻力或者是承托 大家可以再拉過來這邊 大家可以發現到 當燃油價格上升的時候 大家可以發現到 它的價位的底部都是被10天線壓住 而當它回頭下跌的時候 亦都可能被30天平均線承托住 譬如以這一支針為的day high 就是被200天線壓住了 所以大家在每天在你自己做 你那支金融產品的時候 其實你必須要知道 現在在你的價位的上面或者下面 究竟有哪些價位 是出現移動平均線 從而你買了的時候 如果是價位向上 向你的平均線衝上的時候 起碼你會知道你上面的阻力在哪裏 就以現在旗有為例 其實旗有大家都見到 幾條比較巨型的平均線在這裏 這裏我很值得一提就是最遠這條 250天移動平均線 這條亦都是俗稱所謂牛熊分界線 電視經常講的 牛熊分界線 如果恆子升穿牛熊分界線的話 就要買 跌穿又要沽 那究竟是不是呢 其實我告訴你不是的 都是要看看這個產品 對這條線一直以來的歷史反映是怎樣的 但是以旗有為例 我們發現到 原來就算旗有反彈也好 它都是受制於250天平均線 當它反彈的高位 最後都是受制於壓住那裏 其實不止一條的 我們發現到其實它還有一條200天和150天 三條線搭在一起 所以說 旗有其實在50元的水平 阻力非常之大 它阻力非常之大 我純粹用三條 這麼長日數的平均線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找到出來的了 因為通常日數長的 是將它理順化之餘 是將長期的趨勢 是完整地畫出來的 你不能夠突破這個長期趨勢 你無法自己重新建立不新的趨勢出來 沒錯 好了 在講完第二種用法之後 就講第三種用法 第三種用法就是用雙交 就是說我們會用兩條移動平均線的雙交 來作為一個訊號 譬如說我現在這裡有這麼多條移動平均線 通常我們就會用一條快的線 和一條相對慢的線的雙交作為一個訊號 譬如說 十天線 藍色這條 同一條 五十天線相交 通常這些就叫做黃金交叉 十天五十天 有些名字的 由下向上 黃金交叉 按上去就叫黃金交叉 由上邊推下來就叫死亡交叉 OK 通常 看看由哪裏切去哪裏 好了 究竟這些黃金交叉 大家坊間收音機經常聽到很多 聽到微非息無 黃金交叉 這次還不發達 好了 那就試試看對不對 這條十天線藍色 當它上穿了一條三十天 再上穿了一條五十天樓 黃金交叉就發生在這個位置 現在大家在圖表裏面 我手指這個位置 就是說這一天 我們應該是現由期貨重入升軌 應該大手買盡 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其有升了不夠三天之後 是不斷探底的 OK 其實這類這樣的例子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在我自己的經驗裏面 我絕小會利用交叉來做一個訊號 相反地我就會多些 為何我不會用 因為不准 因為不准就不用 其實 你一樣是虧底 你如果要訊號確定了之後 你的價位已經走了 你不會找到一個好的價位入市 無論是拿好估好都是一樣 沒錯 其實已經是水尾了 水尾 但水尾你的價位都不是一個理想的價位 相反地如果你最理想的價位 就應該是十天線轉向最快的 但是快的頭 又快的頭當然會出事 那些信號出現頻密你就怕錯了 沒錯 所以剛才在我們轉向那個用的方法裏面 其實我們要加到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要究竟看看轉向的時候 在趨勢指數 就是下一次我們會講的 就是例如ADC那些有沒有上升的跡象 如果沒有的話 都還是用一個區間上落 那些信號可能就會令到你 要有些戒心 會有些損失了 好了 我們看完這幅圖 用這幾條線去做一個研究一下 這個就是恒生指數的圖表 恒此這裡有幾條平均線 我用了一條十天 三十天 五十天 這條 三十天 五十天 以及一八天 大家留意到什麼呢 大家留意到當然 這條十天移動平均線轉向 譬如我們上次大星市這一陣子 贏到飛起 因為這條十天線基本上 在這裏已經轉向了 即是在24,489點 這個十字架這個位置 平均線已經轉向了 即是叫大家買期指 可以買得到期指 而這裏買了期指的時候 24,489點就發達了 上到28,489點 才在這一個位置 是咬回頭的 即是大概是27,000點 這裏都不少了 贏了3,000點 如果純粹我們用期指的轉向信號 剛才說的轉向信號 這一招的話 都已經贏了3,000點 但是 這裏面有這兩個短期升跌 那就有點糟糕了 就輸了一小時候出去 不是 是會這樣的 但是很有趣的 這個十天移動平均線的轉向信號 如果你in the long run 就是說如果你出去拉長 你用這個策略去倒兩年三年 你就贏了 你試試你自己做統計 你試試自己做錯誤 是非常之好的 即是那個回報是挺不錯的 但是問題是 中間這個小浪你熬不熬得起 那些可以蓋你很多巴 沒錯 所以它有幾個大浪 那個大浪能夠可以 compensate 到你的小浪 去到最後 都是正數的 這些如果做期指是會蓋死的 但是如果你做股票 你一天只可以做一邊 你只可以買 你最多買價位不漂亮 是 但是你未必會這樣蓋來蓋來蓋死了 也沒錯 好了 如果以恆子裏面這幾條線 大家發現到 剛剛這兩天 十天移動平均線開始轉彎了 這條了 十天移動平均線開始轉彎 但是大家前幾天都發現很有趣 當價位上升回吐的時候 也都被十天線扔著 然後再升 跌下來又被十天線承托著 如是者 托了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第五次 一跌穿了 其實 就基本上 空險的了 事實上 在今天收市價 終於轉向了 就是說 在這裏 轉向這個形態 基本上 恆子是有機會重新 跌入一個下跌的趨勢裏 好了 下面 如果跌來說 我們最近那條三十天移動平均線 剛才說過平均線可以當成托 或者當是阻力的 最近那條三十天平均線 第一個承托 明天有機會可能見到 二萬二千二百五十四 如果你做 對了那些朋友 基本上你 試一下去到這裏 寫一寫壺些 寫一寫壺先 但如果它一炒 炒穿了的話 那都幾危的了 因為就會衝下去下一條 下一條平均線的位置 就應該是二萬二千點 這個水平了 所以 我們可以用簡單的移動平均線 都可以給到一些方向和訊號 包括 講多一點點 這裏 大家看不看得到 有一個地坎 曾經是恆子反彈的時候 是給一條三十天線 剛剛好頂住的 這裏這個戰爭也是 所以記住 這些東西不是巧合的 其實想告訴大家 我可以回來了 其實想告訴大家 這些東西不是巧合的 其實是大家 大部份 很多人是看同一幅圖 當你做盤的時候 做到那裏 他們只不過是有反應 那就是說 又是好像我們常常說的 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是吧 不單止在恆子 其實在貴金屬 在外匯 其實都經常發生的 今天例子 其實準備了很多 不過說來說去都是 說來說一兩個 說一兩個已經時間又夠了 寬落時光過得特別快 最後就從移動平均線 簡單說了奧元 剛才說了奧元 奧元也都應該要視低一點 看星期四回來成不成功 恆子也是沒有變 其實今天是第一次出現 轉向十天二 和平均線 向肯咬的訊號 剛才說了兩個位 就是三十天 平均線的二萬二千 二萬二千的 二二二二二是全意 很容易記的 那附近應該有第一個承托 希望今晚導致 不要跌那麼多 明天如果今晚導致跌 明天更糟糕 因為今天沒有消息都跌了下來 再回應最後 陰陽燭裏面 由上星期一 我們已經說出了一支 叫做 The Bearish Counter Attack 基本上這個反彈 就是之前這個 恆子反彈有機會是完結的 其實經歷過五天的交易日 六天交易日之後 亦都證實了 純粹看圖表 以及用這些工具 基本上都已經 都中了 短期裏面是沒有 恆子是沒有上星的訊號走出來的 反而是 繼續是更加多的 負面訊號走出來的 沒錯 形態上 圖表上 技術上 繼續下跌 OK 那星期四回來 亦都是延長直播節目 星期四的嘉賓 我們的贊助 霸財系統 介紹他們的 另外一些自己自創的技術工具 會在第三節裏面 跟大家介紹 今天節目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星期四八點鐘 拜拜 星期四集 五十六 日 سے 五位 星期四 東